大家好 今天分享的是AOC這隻27吋4K螢幕 內置有顯示器和USB盒功能 安裝方便 另外也可以升降左右 採用就是京東方的Panel 有10億色和90W的Type-C充電 其中一個功能是可以接駁多些電腦 3-4天就寄到香港 算是很快 沒有下雨我就下街拿上來 家裡開箱未必那麼大 特別把桌子有限 通常在地上開就最穩定 第一個的力量不會跌到地上 有4條線 1條是電源線、HDMI線、Type-C to Type-C 另外1條是USB盒功能 下一格是顯示器和支架 這個就是升降支架 其實是金屬製造很重手的 你拿起也有相當的重量 正確的 因為整部機器也有8-9公斤 其實安裝也非常方便 單手呢 這樣推進去 這樣推進去 然後呢 大力一點點壓下去 這樣就自動扣回 聽到啪一聲呢 其實就扣緊了 你可以試一試 這樣拿一拿 看看實不實 另外呢 這個底盤安裝 已經按了 那它後面其實有一顆螺絲 那對上一些壓位 然後再上實螺絲 就完成了那個 按裝 那算是幾方便 因為你不用扭螺絲 等等 那它的底盤後面呢 其實也都有一個很大的箭墊 那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向著螢幕 那接著當然是接駁這個電源線 和訊號線 那首先就是接駁這個電源線 那它的電源線呢 就用普通那些電腦電源線來的 那內置火牛 那你不需要拖多一隻 那外置火牛 那牙位 那HTMI線呢 我建議大家用回原廠那一隻 那因為 那它原廠才可以做到 4K 60Hz的更新頻率 那如果你家裡用的是 早期或者是之前的版本呢 那就可以做到這個 64K 30Hz的 那這個是我用的 大部份的HDMI線呢 都用了六七年以上 那變相呢 其實就是舊一點 那看到原來是上不到的 那後來我拿回原廠線出來呢 就才可以上到的 那通常回家呢 你會試一下 簡單試一下那些顏色的 還有那些光點4D 那你可以上網呢 找一些網頁版的測試 那IPS螢幕那個 有個不好的原因就是流光 大家看到黑色的時候呢 其實不是純正的黑色 那這個是它的特性或者它的缺點 那這個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不同顏色 那那除了黑白之外呢 就是紅色 綠色和藍色 比較緊要少少 那看一下它的光點或者4點 如果有的話呢 你可以和這個售賣商呢 做回一些售後 或者這個換芒服務了 那當然今時今日那個 QC啊或者品控呢 就做得非常好的 那已經很少說有光點 4點性 除非你那個人品就比較好 買到一些極品網 另外我都建議 如果你網上買的話呢 你可以去電腦店 看一下這個實物 那看完實物再去買 就會穩陣一點 另一個買的考慮呢 也都跟牌子有關的 始終大牌子 所以它的QC會做得 設計都會做得好少少的 性能未必是最強 但是它的穩定性啊 或者是品控呢 一定是比較經驗豐富少少 所以就買回一些大牌子的好少少了 那這個螢幕呢 另外一個優點呢 我經常用的就是 兩部電腦接駁一個螢幕 那書桌呢 沒有理由就放幾個螢幕 其實你可以接駁一下 其實你可以接駁一下 用鍵盤滑鼠接駁一下 這個螢幕後面的USB盒 接駁一下外置的SSD 或者HARDIS 那你透過那條USB盒的線 就可以切換不同的電腦了 那以前呢 我看這個4K片 就算我拍了4K片 我都是用1080的螢幕去看的 那現在真的用4K呢 第一個感覺呢 就真的好像高清再高清些 那真的好小 好清晰 還有另外那個色彩呢 也都感覺比較濃一點 那這個螢幕我其中一個調整的地方呢 就是那個亮度 因為我們主要都是室內用啦 那其實正常呢 300個Lit那些呢 已經OK的了 但是這個螢幕呢 我就比較光一點 那我初的時候就調整50% 後來呢 就調整到40% 那始終你長期對著螢幕 這樣就舒服一點啦 那2000多萬的照片呢 在螢幕上看呢 就50%左右 那這個也是一個提升啦 那以前呢 我只能看到 10幾%或者20%左右的 那有些蒙啊 或者少少蒙 或者少少手震 走焦呢 你就沒有什麼為意義的 那但是清晰看下去呢 其實現在就比較清晰一點啦 那大家留意螢幕那個光點呢 其實是手機的這個反光來的 其實我在正常看過螢幕 是看不到 有這個反光點的 暫時來說 暫時來說 這幾天我都幾滿意 那網上有些人說 它那個開機速度就慢一點啦 那其實 六七秒左右啦 那如果你又開機都用 那你可以 因為現在的Window其實也都很快啦 那你 其實可以先開個螢幕 跟著再開個電腦的 那現在的顯示器其實都多多很多功能啦 又有Speaker 又有這個USB盒架 或者Tab C的PD充電 那其實都很豐富的 那最緊要看回自己的需要 如果你是撿相片或者只是看影片 一般辦公的IPS螢幕就比較適合 但如果你打機的 麻煩你選擇VA高頻率高反應的螢幕 那今天分享到這裡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拜拜